最近几年,有几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去世了,各大媒体纷纷表示哀悼,甚至有媒体称他们为最后的士大夫,你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最后一位士大夫,那么,你也许会问,士大夫究竟指的是什么?既然我们把文人比作士大夫,那么士大夫也应该是古代文人士大夫吧? 这个想法听起来很有道理,就拿中国传统绘画来说,有一种叫做文人画的形式,其实它还有一个更正式的名字,叫做文人画,其主要特点是通过绘画表现士大夫的内心世界,所以,它不追求形式,只看意境,这是文人才情的体现,你看,文人画的是,似乎文人和士大夫是一类人。 不过,我再给你讲一个故事,这个问题似乎并不简单,北宋王安氏变法之时,宋神宗皇帝曾经与老臣文彦博发生过争执,宋神宗曾经说过,王安氏的这套心法,或许对士大夫有些不利,但对百姓又有什么好处呢?为什么要反对心法? 结果,文彦博说了一句很露骨的话,那就是,你要和士大夫一起治理天下,而不是和百姓一起治理国家,连下之意,你敢侵犯士大夫的利益,他们就不会支持你,那才是真正的危险。 文彦博指的不是读书人,而是朝堂上的官员,说到这里,你也许会觉得奇怪,这位士大夫究竟是文官呢? 今天我要给你讲的,是一本名《为士大夫政治》的衍生史稿,他解答了士大夫到底是什么? 本书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颜布克先生,当代历史学家,书名里衍生出来的两个字,就是表演,生活,衍生,就是进化。 本书讲述了古代中国士大夫的演变过程,作者的核心观点是,士大夫是古代中国特有的一群人,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人当二人转,他们既是官吏,又是文人,既是日常行政工作的承担者,又是儒家文化的传承者,在古代中国,这两个角色最初是由同一个人扮演的,后来又由两个人分别扮演,最后又由同一个人扮演。 这也是士大夫群体由何而为一在分而合的历史过程,你可能会觉得这样说有点神秘,不要紧,我将在下面的三个方面给你拆解。 第一点,我们来说说什么士大夫,这个群体是如何形成的。 第二方面,我们来谈谈士大夫群体在历史上的演变过程。 第三点是,与其他文明相比,士大夫群体有什么特点,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怎样的影响。 好了,我们先来谈谈第一个问题,什么是士大夫,这个群体是如何形成的。 士大夫其实是由两个字组合而成,一字为士,一字为大夫。 让我们看见大夫和大夫的区别吧,最初指的是成年男子,所以经常和女人在一起,是成年男子,女子则是成年女子。 诗经里有一句诗,叫做《女约鸡鸣》,诗约美丹。 女人说,听,鸡开始打鸣了,男人还在睡梦中,回答说,天还没亮。 你看,这两个人都是成双成对的,在古代社会中,士族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,而公社则是通过血缘关系形成的社会组织。 在士族社会当中,男人成年之后,都要举行一次士官仪式,仪式的主要内容就是给这个年轻人戴上一顶王冠, 表示这个年轻人已经正式成为了正式的士官,成为了这个士族公社的正式成员,参加劳动和战斗。 虽然最初指的是成年男子,但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,这个词的范围逐渐缩小,逐渐演变成了贵族阶层的同称, 士族公社之间经常发生战争,有些公社征服其他公社,使之成为自己的附庸。 当然,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并不平等,征服者们生活在城市中心,生活质量相对较好, 而被征服者则只能住在郊外或荒野中劳作,定期向征服者们上缴劳动果实。 西周时期,城市居民被称为国人,郊群荒野居民被称为野人, 国内成年男子仍可举行士官仪式,或者是贤,野人已经失去了举行士官仪式的资格, 也就失去了士官的资格,因为社会结构的改变, 这个名字已经带有统治阶级的色彩了,与此同时,征服者们的内部也出现了分化, 征服者们的数量越来越多,一部分人成为了统治者,成为了贵族, 而另一部分人则成为了贵族,比如《儒家经典礼记》里面就有一句话, 那就是如何判断自己的孩子是否已经长大,这句话是这样说的, 如果是世子,或者是贵族子弟,那就要看他会不会接待客人了, 如果他能接待客人,能和客人聊天,那就说明他已经长大了, 但如果是平民子弟,那就要看他能不能扛柴火,如果能扛得住, 那就说明他已经长大了,这是赤裸裸的启示, 这说明这个名字已经变成了贵族的特权, 大夫又是怎么回事,大夫在贵族中也是一种称呼, 在左撰国语等周大文献中,经常见到这种等级化的描述, 贵族阶层分为天子诸侯、清大夫、世大夫, 这说明统治阶级内部也有等级之分, 在这里,大夫和世大夫都是贵族中的低级贵族, 所以,世大夫就成了整个贵族阶层的统称, 这种情况其实并不少见, 比如在古代日本,武士人是最低级的贵族, 所以武士这个名字经常被用来指代整个日本的统治阶级, 而统治阶层所信奉的共同价值观就是武士道, 好吧,我们先来总结一下, 所谓世大夫, 其实就是中国早期社会对贵族阶层的一种统称, 那么,世大夫们平时是怎么做的, 他们有两个主要任务, 第一个任务是办事, 这个任务就是处理国家日常事务, 也就是说, 世大夫一般都有一定的行政级别, 东汉白虎同意中有一句话, 世,世,世,连下之意, 世大夫这个字, 其实和做事的是最有一曲同工之妙, 只有能承担起行政事务的人, 才能称的上市是, 世大夫的另一个任务是学习, 通过学习掌握一定的知识和技能, 白虎同意中有一句话, 叫做通小骨金, 明辨是非, 只有博骨骨金, 明辨是非, 才配的上市是, 想要做到这一点, 就必须通过学习, 按照周朝的礼法, 贵族子弟必须从小入学, 这个时候被称为学士, 也就是学习知识的世子, 因此, 后来我们把西方大学的学士学位翻译, 成了学士学位, 今天在大学接受本科教育, 获得的学位叫做学士学位, 这里要强调的是, 周朝的学校不仅仅是一个学习的地方, 贵族们也会聚集在这里, 举行集会、聚会、跳舞, 所以那时候的学校, 就像是现在的沙龙或者俱乐部一样, 是贵族们最重要的社交场所, 贵族子弟在这里不仅能学到知识, 还能结交到更多的人脉, 这对他们以后的发展非常有意义, 你看, 当世大夫这个全体诞生之时, 其实是两个角色的混合体, 一个负责行政事务, 另一个则是知识文化的传承, 作者把这一时期的士大夫称为封建士大夫, 这里的封建与我们平常所说的封建参与的封建有很大不同, 他指的是封建字, 意思是周天子把土地分封给亲戚, 让他们各自建国, 共同保卫周朝王室, 因此, 作者将周朝视为封建时代, 将当时的士大夫称为封建士大夫, 这是士大夫的最初形态, 以上, 我已经给您讲完了士大夫群体的含义和由来, 在进入第二部分之前, 有一个问题要提醒大家, 作者指出, 中国古代士大夫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形式, 即汉朝时期开始出现的士大夫, 由于秦汉时期中国统一, 所以, 作者把秦汉以后和辛亥革命之前的时期, 定为中国帝国时代, 将这一时期的士大夫称为帝国士大夫, 以区别于周代的封建士大夫, 那么问题来了, 为什么作者要区别士大夫呢? 从封建士大夫到帝国士大夫, 又经历了怎样的故事? 这也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第二部分, 不管是封建士大夫还是帝国士大夫, 他们都具有共同的特征, 管理事物与文化传承, 但是, 在封建士大夫与帝国士大夫之间还有一段时期, 即春秋战国至秦朝, 在此期间, 行政事务与文化传承分别有两类人承担, 掌管正式的叫官吏, 即官府各级官员, 负责文化传承的叫如生, 陆家弟子, 曾经, 官吏与如生的关系非常恶劣, 甚至可以说是水火不容, 那么封建士大夫是怎么消失的呢? 这两个角色如何被官吏与如生分别取代? 事实上, 社会结构变得越来越复杂了, 西州时期, 政府主要通过周公制定的礼来治理国家, 简而言之, 里是西州时期制定的一套系统的礼仪规范, 涵盖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, 比如拜见皇帝, 祭祖, 男女通婚, 甚至连社会阶层的意识住行都有详细的规定, 到了西州, 基本遵守了这套规范, 太平了近三百年, 但到了东周时期, 这种规范渐渐失效, 再也没有人把它当回事, 这是孔子痛心疾首的礼崩乐坏, 那么, 周礼为什么会失效? 这是因为当时社会结构比较简单, 所以周礼得以实施, 但是, 社会总是要向前发展的, 社会分工也会不断地产生, 就像鸡蛋, 人们只有蛋清和蛋黄, 但是随着孵化, 小鸡身体的各个部位都会慢慢长出来, 当新的社会分工出现后, 周礼的框架就会被打破, 周礼也就慢慢地失效了,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, 那就是东周战争频繁, 战争讲究的是效率, 尽可能地杀伤敌人, 保护自己, 所以没有人遵守周礼, 比如宋国与楚国交战, 宋国国军宋湘公仍然坚持周礼, 不肯在楚国军队渡河的途中发动进攻, 结果宋国大败, 宋湘公也因此身受重伤, 不久即逝, 当时几乎所有人, 包括宋湘公的兄长子余在内, 都认为宋湘公是个傻子, 打仗还讲什么周礼, 可见, 战争的残酷也是导致李崩越坏的重要原因, 随着李崩越坏, 贵族阶层逐渐瓦解, 封建设大夫逐渐消失, 很多贵族流落民间, 开始向平民传授学问, 孔子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, 其父书良和, 也是鲁国的一位是大夫, 孔子与卢学的主要思想是重新实行李治, 因此, 卢家实际上是西周礼治文化的直接继承者, 同时, 孔子也没有要求机械地恢复周礼, 而是重新解释了周礼, 从孔子的角度来看, 周礼的核心精神是仁义之仁, 那么, 仁到底是什么? 仁者爱仁, 即把仁与仁之间的和谐, 有爱作为政治基础, 而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又是最核心的, 因此, 卢家主张用家的模式来安排政治, 臣民服侍君王应该像侍奉父亲一样, 君王也应该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臣民, 所以, 卢家认为国家法律不能完全排斥人情, 如果法律与人情相冲突的话, 应该把人情放在第一位, 卢学认为, 以君子为代表的理想治国角色应该是君子, 君子并非只听从上级命令, 专门处理行政事务, 而是具有完美人格和精神魅力的人, 卢家的这种思想更多的是一种社会理想, 他们对政治的技术层面没有太多的关注, 因此与另一群人官吏形成了尖锐的对立, 那么, 这一大群官吏又是从何而来? 西州时期, 主要由贵族统治国家, 那个时候, 社会结构比较简单, 正式并不复杂, 贵族们只需要遵守州立, 就能管理国家, 有些具体的技术火, 比如收税, 刑罚等等, 贵族们都会找几个帮手, 这些都是官吏的前身, 春秋战国时期, 社会结构日趋复杂, 礼崩崩坏, 同时具体的行政工作也越来越复杂, 技术含量也越来越高, 官吏的地位也相应提高, 对于君主来说, 官员比贵族更听话, 也更容易控制, 因为他们有自己的领地和收入, 可以威胁到君主, 官吏们没有自己的封地, 只能靠君王的俸禄, 所以君王想要用官吏来代替贵族, 这样的话, 君主就可以直接控制社会, 而不会再让贵族成为中奸商, 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, 旨在以官吏取代贵族, 建立官僚政府, 法家是当时积极主张变法的一群人, 他们的立场基本上代表了官吏的立场, 法家有两个基本主张, 第一,依靠各级官吏治理国家, 最高领袖是君主本人, 第二条官吏管理国家, 是按照制度制定的法律法规来管理的, 至于儒家所强调的人情, 在法家看来都是无法计算, 无法控制的, 考虑这些东西会影响行政效率, 因此应当予以排斥, 总之, 法家追求效率优先, 你看, 儒生和官吏代表着封建是大夫, 儒生代表着文化传承, 官吏代表着日常行政, 同时, 儒生追求社会理想, 官吏追求效率优先, 二者必然产生尖锐矛盾, 这种矛盾从春秋战国一直延续到西汉末年, 第一个人是秦始皇, 秦始皇把效率放在了第一位, 这一点体现在他的政策上, 那就是完全用官员来治理国家, 利用官员来调动社会资源, 结果引起民变, 秦朝二世灭亡, 第二位是王莽, 习汉末年, 王莽是一位虔诚的儒家信徒, 他以社会理想为导向, 任用一批儒生, 试图恢复西州制度, 结果儒生们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, 他们只会治国, 而不会治国, 比如儒生说要恢复景田制, 王莽真的下令全国重新分配土地, 土地多得要自觉把土地分给乡里, 不然就要抓起来, 结果监狱里人满为患, 最后各地豪族起义, 推翻了王莽政权, 其实历史就像钟摆一样, 两百多年来, 秦始皇与王莽之间的两极交替, 最后, 证明儒生与官吏应该合二为一, 才能治理好中国, 这不仅仅是因为理想和效率, 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, 首先, 秦朝官制政府确实有效率上的优势, 但正因为如此, 有时国家获取社会资源, 会超出社会负担的限度, 政府官员只服从上级命令, 无法阻止这种现象的发生, 如生们的议论虽然理想主义, 但往往能反映出基层社会的真实情况, 即是向君主发出危险信号, 其次, 虽然当时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高效的官僚政府, 但是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是农村地区, 农村地区存在着血缘关系, 殷亲关系, 邻里关系等等, 长期以来, 乡村社会为了维护社会稳定, 形成了一套自发的伦理秩序, 比如家庭内部要讲孝道, 邻里之间要和睦有爱, 地方上的父老要负责调解纠纷, 国家法律常常与这些自发的秩序格格不入, 商量变法时, 秦国的老百姓也曾怨声在道, 只是秦国太小, 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, 等到秦国改为秦朝, 在全国推行这部法律时, 才是最大的问题, 普通老百姓都是互相帮助, 互相帮助, 但是秦国法律规定, 邻里之间要互相监督, 一旦发现犯罪, 就互相举报, 这让老百姓很难适应, 国家法律与基层秩序的不相容, 也是导致秦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, 要解决这一问题, 只有重新整合儒生与官吏的角色, 汉武帝就是这样做的, 他任命了公孙宏等儒生, 又任命了张腾这样的官员, 他的儿子汉昭帝和孙子, 汉昭帝就是这样走上这条道路的, 汉昭帝甚至总结出一条路线, 叫做霸王道, 杂, 就是把霸道和王道结合起来, 霸道就是用力, 王道就是用儒, 这比秦始皇往往要好一些, 那也有问题, 因为这只是一种机械的混合, 而非有机的混合, 儒生与官吏之间, 三观不合, 勉强共事, 难免会有摩擦, 汉昭帝时期, 有个叫盖宽饶的大臣, 出身儒生, 在朝堂上议论政治, 结果被官员羞辱, 他性子刚烈, 在皇宫北城门自尽, 这个历史难提, 最终由光武帝刘秀在东汉时期解决, 他做了什么, 刘秀做了两件事, 使儒生与官吏产生了化学反应, 第一件事, 就是尊儒, 刘秀对儒家特别推崇, 登基不久, 就见了太学, 甚至亲自到太学讲学, 与儒生论道, 当时当官的有数万人, 规模空前, 刘秀和儒生走得这么近, 这是所有人都羡慕的事情, 包括那些曾经看不起儒生的官员, 于是官员们开始学习儒家经典, 让自己看起来更有文化一些,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会主动向儒家靠拢的原因, 第二件事, 叫做利化, 如果说官吏的变化, 那么所谓的利化, 就是让儒生掌握官职的能力, 当时的官员主要通过查举制, 由地方官员向中央推荐人才, 通过查举, 大部分都是儒生, 刘秀制定了一套制度, 如果地方官员看上了人才, 必须先给他做个小官, 让他熟悉一下正事, 等确定他能胜任之后, 再向中央推荐, 以前儒生做官, 是不会有这种适用期的, 所以当了官之后, 满脑子都是理想主义, 搞得乱七八糟, 现在儒生要当官, 必须要经过试用, 才能顺利通过试用期, 必须学习国家的法律和行政技能, 你看, 刘秀的所作所为, 让东汉时期的儒门和势力, 开始互相靠拢, 到了东汉中后期, 已经很难分清谁是谁了, 东汉末年, 明氏王灿写了一篇名为儒学的文章, 其中有一句话叫做利福逊雅, 如同文法, 于是, 如何利融合在一起, 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士大夫, 从那时起, 这个群体一直延续至清朝, 成为古代中国政治上的重要力量, 以上, 我已经给大家讲完了士大夫群体的演变过程, 现在我想谈谈士大夫群体的特点, 以及他们对中华文明的影响, 文章指出, 士大夫作为中国特有的政治群体, 其主要特征是同时担负着政治与文化双重角色, 在其他文明中, 文化和政治一般都是由不同的人来承担, 比如欧洲的中世纪, 基督教教会负责文化传承, 方便贵族负责行政, 在古代印度种姓制度下, 负责文化传承的是第一等级的僧女贵族婆罗门, 负责日常管理的是第二等级的武士贵族差地利, 但在古代中国, 这两个角色是由同一类人, 士大夫担当的, 这就导致了中国文化中出现的这些现象, 首先, 士大夫政治是一种赋予文化阶级和特权的精英政治, 士大夫在面对民众时, 有一种文化贵族心态, 即文化优越感很强, 士大夫们与普通百姓的距离越来越远, 变得不接力气, 我之前跟你说过, 文艳博和宋神宗的对话, 文艳博说过, 你要和士大夫们一起治理天下, 而不是和百姓一起治理天下, 这就是一种优越感, 这一现象至今仍在影响着中国, 今天, 有文化的人不仅意味着是时尚的优越, 而且意味着地位上的优越, 其次, 士大夫政治在中国文化中形成了学以致用的传统, 士大夫们既要传承文化, 又要处理行政事务, 他们追求学问必然要服务于政治目的, 往好的方面说, 是使中国文化具有实用主义精神, 往坏的方面讲, 使士大夫们把当官当作人生最大的目标, 缺乏纯粹的思考精神, 在士大夫们的视野里, 只有狭爱的政治, 其余的都是奇迹银巧雕虫小技, 因而抑制了纯粹科学与纯粹艺术独立发展, 此外, 士大夫政治又是文人面临当官与龟隐的两难境地, 对于士大夫们来说, 人生最大的选择就是出山为官, 还是龟隐田园, 官员的尊贵固然诱人, 但是繁杂的公务和服从权威的压抑感, 也使得许多士大夫最终选择了不为吴斗米折腰, 龟隐田园, 因此, 陶渊明与诸葛亮成为中国文人的两种极端想象, 诸葛亮是当官中最成功的一个, 三部茅庐都能请得动他, 陶渊明是最成功的龟隐诗人, 也是隐诗文化符号的代名词, 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, 在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身上仍然可以看到, 中国的知识分子有时充满了公共精神, 希望为社会做些贡献, 甚至尝试着去当官, 有时候, 他们渴望自由, 想要摆脱束缚, 过着悠闲的生活, 当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传统的中国是大夫之间, 确实存在着某种传承关系, 因此我们常常以示大夫精神来赞美知识分子, 而某些知识特别丰富, 又特别具有公共精神的知识分子, 则常常被称为最后的士大夫, 最后, 士大夫政治对于当代中国, 乃至整个世界都有一定的启示作用, 士大夫政治的核心精神是何而不同? 面对日益深入的社会分工, 古代中国人没有不断地创造新的角色来适应这种分工, 而是创造出一群士大夫, 把各种角色统一到高尚的道德理想中去, 明末东林党顾献成写了一幅对联, 上联是风声雨声, 读书声入耳, 下联则是家世博世天下大世, 世无巨细, 传统中国是大夫追求世事关心, 并非世事精通, 而是认为凡事都能统一到更高的道德理想中, 因此, 在中国是大夫中, 确实经常出现一些技能建功利业, 又能以优秀的学识文章传释的人物, 中国传统是大夫把知识道德责任是唯一体, 并以此作为人格的升华目标, 这就意味着, 他们把人当成了目标, 而不是工具, 社会学家马克思和韦伯曾指出, 孔子所谓君子不用弃, 其实就是指人不能成为工具, 人本身就是目的, 应该把人格升华作为目标, 在现代社会中, 社会分工日益深入, 我们常常会觉得, 自己也好像成了社会分工链条中的一员, 而且越来越工具化, 此时, 我们不妨重新感受一下中国传统是大夫精神, 从中寻找人生的启示, 好了, 以上就是本书的主要内容了, 下面我们对本书的知识点进行总结, 第一部分, 我们认为士大夫是古代中国的一个特殊群体, 这个群体起源于西州时期, 具有文化传承与行政管理双重功能, 第二方面讲的是士大夫群体由合而为一, 由分而合的过程, 春秋战国时期, 西州封建士大夫分化为卢生与官吏两类, 东汉初期, 二者融合为一新形态的士大夫, 即帝国士大夫, 第三方面, 我们认为士大夫政治对中华文明影响深远, 传统士大夫政治对中国知识分子文化优越感, 学以致用的传统为观与归隐的困惑, 士大夫精神中的合而不同, 以人为目的而非工具的态度, 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可能有起是作用。